11月6日,欧巴马在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了历史性险胜 但连任之后,他也将面临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的诸多挑战 专家指出,美国应该要认识到中共才是美国真正的威胁 奥巴马感谢支持者,并说好日子还在后头 他还表示,期待与罗姆尼见面,讨论推动美国前行的治国良方 结束了这场被认为美国历史上争夺最激烈的选战 未来面对奥巴马的又是怎样的挑战呢? 舆论分析认为,奥巴马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 如何重振美国经济,解决即将来临的财政悬崖 如何与共和党协商合作 如何应对医疗财政紧缺 如何解决外交,尤其是伊朗问题 目前,中共正在举行十八大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 美国应认识到,中共才是美国真正的威胁 他还表示 王博事件显示出中共内部的巨大分歧 目前中共危机四伏 美国应做好中共垮台的准备 面对中国日益恶劣的人权状况,有关专家一致表示 人权问题才是当前美中关系的核心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综合报道 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络合